大家好,我是阿健 做一个温暖的厨师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道豆腐不一样的吃法 脆皮豆腐 做出来外酥里嫩 比大鱼大肉还要好吃 学会以后 再也不用去街边摊 买臭豆腐吃了 一起来看看是怎样制作的吧 首先我们准备两块 比我还老的老豆腐 做这道菜 用老豆腐做出来的效果要更佳 先将豆腐给它一分为二 然后再切成均匀的厚片 厚度大概在一厘米左右 切好放入盘中 再来准备一个洋葱 我们取一小拌就够了 将它改刀切细丝 切好放盘中备用 多点的蒜子 用刀给它拍扁 让蒜香味更好的释放出来 然后再改刀切成蒜末 尽量切得细腻一些 切好放盘中备用 再来准备几根小葱 葱白葱叶分开切 葱白切长段 葱叶切成葱花 切好放盘子里面备用 简单的食材备起好之后 接下来我们将锅烧热 加入适量的食用油 油热后下入洋葱和葱段 小火慢慢地煸炒 将洋葱和小葱的香味 给它熬出来 一直将洋葱和小葱 都炒至焦焦的状态 就可以 然后给它捞出来 这样就得到了 我们要的香油了 接着我们再把蒜末加进来 炒出蒜香味 这里记住 火不要开得太大 别把蒜末烧焦了 炒香后 加入一勺生抽 一点点老抽 再来点毛毛盐 搅拌均匀 烧开就可以 并起锅 加入多些的食用油 油温烧至五成热 像这样 把筷子放进去 冒小泡泡 就差不多了 接着 把豆腐一块一块地放进来 将豆腐 给它炸至定型 豆腐放进油锅的时候 一定要离油面近一点 防止热油煎出来 烫伤到自己 豆腐炸至定型后 我们用筷子给它搅动搅动 使其受热 更加的均匀 亲爱的朋友们 制作视频不易 阿健每天分享 简单实用的家常菜 要是今天这个视频 对你有所帮助的话 请记得给阿健 点个赞 或者评论转发一下 万分感谢 一直把豆腐炸至表皮 微微焦黄的状态 就差不多了 先给它夹出来备用 锅中油温继续升高 烧至八成热 用漏勺把里面的渣渣 给它捞出来 油温升高以后 再将豆腐给它放进来 覆炸一遍 覆炸的时间千万不要太长 炸个七七四十九秒就可以 覆炸一遍 不仅可以把豆腐中的油 给逼出来 而且外皮也会更加的金黄酥脆 炸至像视频中这样 表皮酥脆 青黄金黄的颜色就可以 给它捞出来控油 控油后 我们再将豆腐盛入碗中 然后再把我们准备好的料汁 均匀地淋在豆腐表面 最后撒上点葱花 点缀一下就可以了 以后豆腐买回家 别总是红烧着吃了 像我这样做上一道脆皮豆腐 孩子再也不用去外面 吃臭豆腐了 真的是好吃到没朋友 外酥里嫩 真的是非常的香 一口一块 非常的解馋 喜欢的朋友 一定要记得点赞收藏 想吃不会做 随时还可以找得到我 好了 今天的视频 就简单分享到这里 咱们下期视频见 视频的最后 祝大家天天开心 八颗牙齿晒太阳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